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上一次节目我们给大家分享了智能电视机上 如何通过Smart YouTube TV 在大屏幕上观看YouTube这种体验 经过几天的使用之后 我发现智能投影一上观看YouTube 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卡顿 甚至后面遥控器的按钮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智能投影仪的硬件内存的问题 还是由于Smart YouTube TV缓存的释放没有做好 反正我使用的体验不是很好 于是我就购买了一个安卓原生的电视盒子 后来经过一番比较 我觉得小米盒子4的海外版本 也就是Mi Box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对比了美国Amazon上面的价格 以及淘宝上面价格 美亚上面的价格是49美元 差不多350人民币左右 而在淘宝上面 现在价格是399 差了50块钱 那么这50加上运费 我觉得价格也差不多了 甚至淘宝上购买还会更低一点 所以我就在淘宝上购买了一个海外版本的 小米盒子4 在海外称为Mi Box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Mi Box和国内的小米盒子4的硬件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内置的系统上面 一个是采用原生的安卓操作系统 安卓的TV版本 并且它是Netflix官方授权的播放设备 在Netflix官方的授权列表上面是可以查找到的 同时它的遥控器和国内版本也有小小的区别 多了两个按钮 一个是Netflix另外一个是Live键 也就是你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就直接可以打开Netflix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小米盒子 价格也不贵 我这个投影迷在小米 但是难道送了两只两只 应该跟它一样 还送了一根 然后是按对码 好成功 语言 看看应该有中文吧 中文简体 连接我这个Openwr挺流畅的 连接成功 请稍后看一下啊 因为我是在投影上看的 它说充分利用你的电视机登录 我现在是要登录的 使用我的手机或者计算机登录 证则后就拼完了 然后后面塞上 输入我的代码427754 它同时就连上了屏幕 这个时候已经登录成功了 接受选择一个名称 我就选择angio tv 开始使用应用安装以下所有的应用吗 当然你要使用这一切的话 你就必须得要有科学上网的环境 你这个WiFi就必须得要有科学上网的能力 所以我们上一期影片作为这期影片的先导 我们已经把N1这个斐讯N1的这个航路由已经设置好了 所以我的Openwrt的这个WiFi信号下面 就是直接可以科学上网 好我们继续安装所有的应用 等一下啊 这个是由小米提供的红牛电视直播音乐 那我继续吧 继续好 他说欢迎使用angio 下一页主屏幕是你宜乐的内容的导览区 主屏幕囊括各种精彩的频道 随时掌握接下来要播放的 精彩进在google play 好内置chrompaster 你将使用 从平板电脑笔记本投射到电视场 正在进行最后几项设置 是奈飞的 这是接下来要播放的 奈飞的 HBO的ESPN的Youtube 我们看Youtube 他是不是直接能登陆进去了 诶真的诶不错 今天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 然后我们看一下奈飞 哇哦 这应该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 奈飞的盒子的 啊立即加入我要选择登录 这么慢的吗 来 来 这一切呢必须得你有一个稳定的通过路由器 科学上网的一个环境 并且你的线路呢要能够支持 netflix观看 如果你对 netflix还不是很了解呢 请一步观看我这期节目 这期上面呢 我专门介绍了如何注册一个 netflix 以及利用谷歌云的vps线路呢 也能够观看 netflix 这个影片的链接地址呢 我会放在我这个说明文档下面 那期影片呢 我详细介绍了 netflix这家公司 以及如何注册一个阿根廷的 奈飞账号 全球最低的费率的奈飞账号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观看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我分享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请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一定要打开那个小铃铛 一旦我有最新影片上存呢 他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 这样你就不会和我最新内容插进而过了 我是大方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